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言行举止是最关键的 那我想呢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展示的就是 什么叫真正的气质的男 来 感受一下 明镜与点点栏目 葱葱 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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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我的一个乳名 酷是我的称号 别人酷的外表叫外酷 而我是酷在内心 朋友们就在想啊 你即兴展示的这种帅 就是无非一个外形上 造型上 服装上 飞眼 我要让大家感受到的是什么呢 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外衣 那你就感觉是另外一个男人了 你看 哎呀呀呀呀 都来了哈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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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今天是咋的咋都来了呢 啥也不说了啊 祝大家吃好喝好玩好 我送个地来对联给大家啊 叫该吃吃该喝喝 啥事不忘心里哥 倒倒排 洗洗脚 快乐一秒 吃一秒 横批 我二满堂财 看到了吗 这是滑点转身 转成了这么一个类型的男人 这句说气质不是说你后天培养的 这是与生俱来的 忘了一战就是有腔调 但话也说回来了 打个比方 我们没有条件 没有这么好看的衣服 只有一个瀑布冬冬的衣服 一样能找到气质 比方说 我们美女手上拿了一个瀑布冬冬的大衣 你会觉得 这大衣 这农村里面冷的时候才穿 你要看谁穿 你穿上了 他气质就能出来 你不信吗 我来给大家演示几个有类型的男人 走 我来给大家演示几个有类型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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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吗 这同样的衣服 给人家穿的就是特严嘛 是不是 这才叫汉子 但是话也说回来了 不见得每个衣服穿 每个人身上都能体现这种气质的 打个比方 我换个帽子 你看又是另外一种表现了 咱们有的人就在怀疑了 是不是真的就像你说的 外形就是气质 有一种气质没有外形都不要紧 那是什么 内涵有文化 那气质就不一样了 你看大家最熟知的一位 评书员 大师 我们来感受一下 来 音乐响起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震撼一下 话说 熟悦公刚举行的进口吧 只看树上叭气掉下一个人 下的熟悦公那是 一口气没喘过来 你要是来者何人 行的下回分解 啥也不说了 今天基金给大家带上的这种形态 就是告诉大家 职业都不同 就有仪表都不同 所以我们总结了一句话 就是 气质决定你的成败 欢迎大家收看 以后的 金星宝典 敬佳 敬佳 敬佳